在网上看到双牛八角水寨的照片 今天就过来看一下 从成都开车过来 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左右 进入这个寨子里面 两边都是这种一栋一栋的乡村别墅 感觉这边的人生活环境好好啊 这个八角水寨呢 就是在那个空港花田的旁边 这边离双牛机场呢 有8公里多一点点 开车过来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今天下午刚刚下了雨 走在这个池塘边上 感觉空气还挺清新的 这一片都是池塘 这个池塘里面有一些核花 还有水草 看时不时的有飞机从那边飞过来 整个八角水寨都是这种青蛙白墙的房子 这个里面的环境呢 是非常整洁干净的 而且绿化也非常好 他们这里的垃圾桶都是分类的 这里有一个八角亭 我们进来坐一下 哇 这边看到好多菊花 还有三角梅呢 哇 这边还有甘子呢 现在我们就等着飞机过来拍一张照片 已经听到声音了 飞机已经过来了 来了来了 在那儿 这是有点远 有点远 这里有家农家了 我看上面有房子要出租啊 我们去问一下 这边的房子的话是属于 上平房吗还是 安置房啊 哦 那这个安置房的话是属于买卖的哈 可以买的 只能租哈 不是买的 这个你买的就给你买的 哦 这个他们这家哈 这山鱼了 这个房子就是两层吗三层的 两层 两层的哈 嗯 中国人还好到年纪来 一百块 一百五十个平方 这个就是产品哈 哦 这个就是产品 然后后面 这个 嗯 出发 嗯 他这个也是带这个园子的吗 这个园子全不是 这个草双的八层全不是 这儿还有个卧室 这个卧室啊 嗯 一百块 就是那个 一百块嘛 这个感觉像卫生间样的 这个就是卫生间 我们的就是拿装一百块 我这儿也有个卫生间的嘛 有卫生间 楼上就是三个卧室哈 二十五 哦 他这个还是安拉底 一般说的 如果然后后面 是个卫生间 哇 这里有卫生间哈 每个卧室都有卫生间 你看 这个后面就不得了 这个是吧 这个也是卫生间啊 嗯 它的卫生间大 可以了 卫生间很有大啊 这是三个卧室嘛 哦 这个就是二号卧室 这个就是卫生间哈 哦 哦 我就发现 他们这个地方的卫生间还挺大的啊 哦 卫生间还挺大的 没有装修的 你进来就要装修 这个装修就要一块一块钱的嘛 他住 你就住个八十年 对我 就是如果是端住的话 你洗一个里面洗它 嗯 如果时间不要端的话 就他们就话不足的嘛 肯定是 门口这一块都是哈 嗯 这边还有一个停车场 搭一个车位啊 嗯 这边也挺一个 人家说租金的话是好钱来 头三年一万嘛 头三年一万 嗯 一年一万 通话今天就下雨了 三年过后就十年了嘛 就这样 就三年以后全部都十年了嘛 很有型我们来说这个是 很容易的 哦 这样知道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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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